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了应对朝鲜威胁、打击恐怖主义、南海争议等等 蒂勒森表示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非常富有成效 在美方最为观众的 上述的朝鲜议题上 蒂勒森表示 中国理解美国把朝鲜视为首要安全威胁 美国重申 中国有向朝鲜政权施加更大经济和外交压力的责任 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中美必须加大力度阻止朝鲜洗钱、敲诈、网络袭击等非法资金来源 中美双方呼吁实现完全可核查、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物核化 也呼吁朝鲜停止非法的核武项目和弹道导弹试射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推特上表示 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效 马蒂斯解释称 特朗普此番言论代表了美国人民的沮丧情绪 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的立场没有改变 马蒂斯指出此次对话的目的是就中美之间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和理解进行沟通 缩小分歧 减少促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 另外中美决定在应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加强合作 美国期待中国能够帮助伊拉克政府在打击斯兰国组织的同时 确保伊拉克的长期稳定和经济增长 此次对话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 中美之间第一个重要的对话机制 无论是从安排还是规格来看都凸显出了美方的重视 有分析指出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成功举行 显示出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中美关系的正常和顺利过渡已经实现 凤凰卫视 王病淑 王天忆 美国国务院保证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21号是公布了此前国会棒球赛枪击案的细节 结果就显示66岁的枪手霍西金森是单独行动与恐怖主义无关 FBI21号在其华盛顿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华盛顿地区办公室助理署长维尔 公布了对14号国会棒球赛训练场枪击案的调查结果 称枪手系单独行动且与恐怖主义无关 FBI华盛顿地区新闻办负责人斯雷特透露 案发后在枪手身上找到的一张纸条上 写有六名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名字 但这六人并不在枪击伤者之列 斯雷特还表示 霍奇金森在生活中遇到诸多不顺心的事 但他没有精神病史和犯罪记录 目前尚不清楚其作案动机 他曾在伊利诺伊州老家被邻居举报在自家物业范围内开枪射击 但没有违反当地法律 霍奇金森4月15日曾赴华盛顿参加了反特朗普的游行活动 也常在社交媒体抨击共和党议员和政策 但他的网络言论没有涉及威胁或者提及国会棒球赛的内容 66岁的枪手霍奇金森在6月14号上午七时许 携带一支SKS 7.62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步枪和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 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棒球赛训练场共发射60发子弹 支持美国国会共和党党编斯卡利斯 一名国会工作人员和一名企业公关经理 以及两名警察中枪受伤 霍奇金森使用的枪支均为在2003年和2016年底合法购买 凤凰卫视黄卓 华盛顿博道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欢迎回来 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陛下浦国际机场星期三发生袭警事件 一名嫌犯持刀刺伤一名警察 事件导致机场紧急疏散 嫌犯已经被捕 警方称 嫌犯身份信息暂时无法公布 消息人士称 被刺伤者名叫纳维尔 他已经被送往医院 伤势严重但情况稳定 事发在当地时间早晨10点左右 机场方面在Facebook页面表示 由于突发事件 机场暂时被紧急疏散 所有乘客目前都处于安全状态 目前机场已经暂时关闭接受调查 FBI探员也已经抵达现场 为了保险起见 弗林特市已提高安保水平 市长维夫表示 目前几个部门正在对此事件 进行联合调查 事态已经得到控制 当局仍在等待调查结果 美国大车软件服务运营商Uber公司创始人 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迫于投资人的压力 于近日同意辞去首席执行官的职务 卡兰尼克曾于13日以家世为由宣布无限期的休假 并表示在休假期间反思如何为公司建设一支 世界级领导团队 不过这显然未打消投资人的担忧 据报道 5名Uber主要投资人致信 卡兰尼克要求他立即辞职 卡兰尼克随后决定辞职 但人是董事会成员 卡兰尼克在声明中表示 他接受投资人让他辞职的要求 这样Uber可以重振旗鼓 而不是为又一场分针 分散精力 卡兰尼克2009年在旧金山创办了Uber 开创了打车软件这个新行业 Uber目前在全球数百个城市提供打车软件服务 估值约680亿美元 是全球估值最高的初创公司之一 近日 美国西南部各地迎来高温天气 部分地区当天最高温度达到华氏120度 地方政府已经发布健康预警 另外还有多个航班因高温取消 据报道 亚利桑那州 内华达州和加州的部分地区 都遭遇热浪袭击 知名高温令民众苦不堪言 电力部门今年首次发出电网超负荷警告 呼吁消费者不要将家中电器同时打开 多个城市从早上八点至晚上十点 开放多处公共场所为临时纳粮站 共无家可归者和户外工作人员必数使用 据气象网站报道 西南部地区在这个时候遭遇热浪侵袭并不罕见 平均来看 这些地区从6月下旬到7月上旬 空气仍然很干燥 7月中旬至8月 当夏季季风来到时 气温会随着湿度 云层加后和阵雨增加而下降 加拿大方面近日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接到多起 疑似电信诈骗的反应和投诉 嫌疑人自称是中国国际刑警驻沃泰华联络处的警官 或者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工作人员 并告知受害人 其名下有一份寄回中国的UPS快递包裹 被中国海关查扣 内涵多张银行卡 要求受害人根据其提示 转接到报案中心 图谋套取受害人的个人信息 而后实施诈骗 为了提高欺骗性 嫌疑人还提供了虚假的使馆联络方式 经查证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国际刑警驻沃泰华联络处这一机构 国际刑警组织 中国国家中心局也未在沃泰华设立所谓的联络处 住家使领馆亦从未直接处理过包裹被扣等具体个案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正正提醒旅居安大略省和曼尼托巴省的中国公民 注意防范此类电信诈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北京市气象局在周三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到周五北京会出现暴雨及局地大暴雨 并伴有雷电 短时大风或冰雹 雨势将是今年以来的最大 从民众拍到的视频可见 北京丰台区下起了冰雹 而在海淀北部则出现了狂风暴雨 当局预计到周四北京将迎来最大雨势 西部与东北部地区的累积雨量将可达到100到150毫米 香港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由她提名 刚刚获得国务院正式任命的16位下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与媒体会面 林郑月娥指出 新班子多位主要官员是留任 升任或来自公务员队伍 是一支熟悉政府运作 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实干型团队 林郑月娥在开场发言时 首先感谢中央政府对她和管制的团队的信任和支持 又指新班子有心有力有承担 对他们都充满信心 她说下一届政府会加强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的沟通 督促各局各部门补各自为政 为市民解决问题 还会吸纳前线员工和青年人的意见 与团队在未来五年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 在接受内地媒体访问时表示 回归20年以来 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 展望未来 他对于香港能够在国家的支持下 战胜各种挑战充满信心 回顾过去20年 香港经历了多次困难考验 包括1997年的金融分爆 董建华指出 每一次都有国家作为强大后盾 在中央的支持下黯然度过 目前香港社会面临着楼下高 贫富悬殊 青年人向上流动困难等重大挑战 但他相信特区政府有能力处理 他又勉励香港的年轻人 要充分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 了解国家崛起的晋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股周三是持续呈现 涨跌互建盘整局势 油价下跌压制传统工业 生化医药支撑纳指走高 三大指数涨跌互建左手 我们来看星期三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出情况 美股在周三早时一开盘 就是涨跌互建的局面 那么全天都是好回参半的格局 横向盘能说盘着三大指数 也是涨跌互建左手 石油价格持续呈现走低 对道指和标准普通股白指数都造成压力 但是生化医药股和科技类股反弹 对纳指造成正面的支持 同时投资人关注的还有当年公布的经济数据 上个星期的房贷申请上升0.6% 而五月份的二手无销售价格出现明显的上升销售量 上升1.1% 成为十年以来第三个增长势头最强劲的一个月 同时科技类股也是诚信走高 在星期三传出了马云在迪特律 在召开一个峰会 也就是2017的通道会 所以对相关的社交网站类股有一定的支持 并且石油价格在星期三是持续出现走低 投资人担心供国以求的现象严重 所以在收盘时 纽约商品集交所的德州青田油 是下跌了百分之二点三 而石油能源相关的类股下降百分之一点六 收盘时是四十二块五毛三一桶作收 所以投资人认为呢 今后供国以求这个现象不能得到解决的话 下一个底部行李支撑线将是四十美元 如果跌破这个支撑线可能油价还会下探 三十美元区间判证 总来说星期三华尔街股票市场 还是相当审慎观望心态浓厚 三大指数涨跌互减作收 以上是星期三情况 凤凤一时旁者纽约报道 先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洛杉矶 洛杉矶Wave梅以恒整形外科日前推出最新减肥方法 欧巴龙非手术减肥减重气球疗法 6月17日Wave梅以恒整形外科在洛杉矶举行新闻发布会 推出最新减肥方法欧巴龙非手术减肥减重气球疗法 梅以恒整形外科院长皮德利医生介绍 欧巴龙气球疗法于2016年得到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认证 病人无需手术和麻醉只需吞下一粒胶囊 胶囊进入胃部后外壳溶解再形成一个体积250cc的球 球的材质由聚胺脂制成 内部气体是氮气氧气和硫酸根等混合物 保证它漂浮在胃液上部 却又不会被胃酸溶解 产生气球后很容易让病人产生饱腹感 自然不再想胡吃海喝 气球在体内半年后再用一根细小导管 从喉咙中伸入将三个气球取出 全程只需15分钟 据介绍欧巴隆气球疗法能为患者平均减重15至50磅以上 因为是一种物理疗法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 可以避免肝脏代谢的受损 医疗主管Jennifer Schifrin医生表示 消费者还可以选择通过欧巴隆减肥疗法 配合Wave医疗团队研发的 Medi-Essence妙低瘦疗程 透过服用天然成分的食欲抑制剂 控制食欲并燃烧脂肪 从而降低应肥胖问题引发的疾病 凤凰卫视王豪洛杉矶报道 拉开一组工商新闻 知名航空服务调查机构Skytrax公司 于6月20日在法国巴黎航空展 举行2017年全球航空公司大奖颁奖典礼 长荣航空再度获得五星级航空公司的殊荣 同时也荣获最佳机舱清洁航空公司 最佳商务舱服务用品第一名 对于全球十大最佳航空公司奖项 长荣航空排名从去年的第八名上升至第六名 加州天然气汽车联盟将于6月27日举办中文圆桌会议 讨论净零排放卡车对于环境和经济的有益影响 届时来自美国天然气汽车协会 加州天然气汽车联盟 清洁能源燃料公司 以及南加州天然气公司的代表们将共享有关净零排放卡车的最新信息 讨论其代替柴油卡车 使用可再生天然气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效益 奇亚汽车连续第二年被JD Power 2017年度质量报告认定为北美排名第一 自2016年以来 奇亚已经较去年的评分分值提高了11分 其中奇亚Soul车型已经是连续第三年获得IQS奖 最新车型Cadenza和Nero则是一举拿下最新车款车型杰出表现奖 此外奇亚的Optima和Sportage在各自的类别中获得了排名第二的豪称 麦当劳在2015年推出了Archways to Opportunity计划 这是一个全面性的教育计划 提供符合条件的美国麦当劳餐厅员工获取高中文凭 直接领取大学学费补助 接受免费教育咨询服务和母语非英语者学习英语的机会 计划推出后的第一年参与教育计划的餐厅员工总数达到了将近5000人 如今已经是计划的第二年参与人数超过前一年的两倍 共成长了23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下面来看一则华星保险的短消息 在租房签约时 大部分正规的公寓都会要求房客购买一份租客保险 在华人区也有很多将家中一个或多个房间分租出去的情形 聪明的房东也会要求房客自己购买一份租客保险 我刚来美国租房时就很疑惑 又不是我的房子 凭啥要我买保险 即便遭小偷偷窃 也就是去找房东物业 事实上 房东物业所拥有的保险 简单只是包括客人的租客物品 包括家具 电子设备 数码产品 衣物手势 如果不幸发生火灾 盗窃 房东物业的保险是不会理赔房客的私人财物哦 租客保险包含以下保险内容 私人财物 租客的家具 电子设备 数码产品 衣物手势都在其中 但如果是两万多的戒指或手表 就要额外加保了 一般租客保险对于电子设备 珠宝等的赔偿上限是有规定的哦 华星保险建议 可以用智慧型手机 很方便地将家中的物品拍录下来以存档 第二 失去保险 失去家园险 房子淹水 着火 暂时住不了了 失去家园险可以支付房子修缩期间外宿外食的费用 第三 责任求偿险 不小心忘关水龙头 淹了自己的还淹了邻居 毛小孩不小心咬伤了邻居 所以 因为租客的疏忽 造成邻居 房东 物业的财务损失 人生伤害都在租客保险的保险范围内 第四 医疗赔偿险 房客在家中不幸受伤 保险也不会赔 若朋友在您家后院摔倒不幸骨折 基于交情可能不会告你 但谁也不会想自行负担昂贵的医疗费用 租客险的理赔还可以帮忙支付 他们自己的健康保险的支付额 通常 公寓 房东会要求一份责任保险 额为10万美元的租客保险 个人财务部分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3万 5万或者是10万的保额 一份责任险10万 财务险3万 支付额1000的租客险 每月大概也就15元 多情况下 公寓物业会有合租的 租客险公司推荐给房客 但如果想要更省钱 不妨再多比商家 如果和汽车保险一起保 还有更多的折扣 算下来差价还是真不少的 一起来看明天去纠葛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